他称普京病态的害怕生命安全 避开大飞机喜欢称特殊的装甲列车出行 不使用手机也不使用网络 一直生活在一个叫做堡垒的住所 可见梁梁对外界的信息只能靠他那些个 什么这个少一股啊 什么梅的姐夫这些人跟他汇报 可见他能得到这时信息的可靠性有多大 相当害怕被暗杀 还会使用假车队诱饵飞机假装自己离开 一百多米长了大桌子 那么这个问题呢 他们官方也回应了啊 说这个爆料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在 凉凉的这个身边工作的 如何如何 其实这个都不如这个爆料人说 想还想不到嘛 是吧 可能也就是这些个独裁 可能也就是生活都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可是他自己说呢 他是这个联邦俄罗斯联邦警卫局的上尉 13年陪同这个 凉凉出行有180多次 在过去的13年的陪同中 在飞机 直升机 游艇 专列等 非静止物体上安装 拓除的通信装置 被称为现场小组 10月14日 在出差的最后一天 卡拉夫洛夫 这个人叫卡拉夫洛夫 装病 没有和同事一起去赶买纪典品 而是偷偷带着妻子和女儿 登上了菲尔尔伊斯坦布尔的航班 就土耳其了 从不入互联网络 这里公布了他一个工作证 有专门为元首做法案的厨师 索要食物要经过安全的检查 有生物安全中心负责 还有工程师和消防会 消防员会 消防员和他们一起出差 还有帮助救火的 出行也得有几个专列 大毛子批谣 说他们没这个人 下班 可以帮助助救火 我给你帮助救火 就可以帮助救火 那大的这是自己帮助 可以帮助助救火 能量 您